大家好我是差異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我們的 居射速消GX的御主喔 那 這個御主出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啊 那時候我在讀國中 就是 我也那時候也沒什麼在玩寶可夢 真的 對 然後 就出了這個御主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原來 原來寶可夢遊戲到現在都還有人玩這樣子 對所以我國中的時候就已經 就 才回憶起就是 寶可夢這卡片遊戲的存在了 對 那 嗯 兩年前的東西呢 在日版啦 早應該要絕版的 那為什麼 到現在還開得到呢 不好說不好說 就是 我剛好運氣好 對 那 這個居射速消GX的御主 在日本已經 就是也長得很誇張了 對 就是換算過來也是台幣要到千的御主 對 那剛好就是 運氣很好買到了 然後也是用 也是用剛出的 價格買到兩套御主 一套是有猜過 一套是沒猜過的 那內容物就是這個樣子 那首先就是 這是GX GX 也就是我們 居射速消的GX 他第一張就是先用隔板隔著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硬幣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恩 意義不明 就是這個應該就是要電這個GX 以免他傷到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的御主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強化包 可是強化包 比我想像的還要厚耶 那 重點是御主 對 那 可以找到這種全新位 他的G G射速消 御主是真的很幸運啦 對 然後現在 G射速消日版喔 換算台幣一張是350塊 對 那 那GX 他的御主一定是兩張 所以剛一張看過 這是第二張 然後就是我們的 大甲 大甲一張 三張木木消 兩張投射雨消 然後 這是 碎碎菇嗎 科莫斯古 戴獸 然後 這個 這個計時球 就是現在很多進化牌組 還是會放進去計時球 因為計時球就是 你只兩次硬幣 然後 你正面的數 數量去抓那個進化寶可夢喔 對 那 很 有一定會有人問說 那 那不就是 要 投到正面才能抓嗎 如果兩個都反面怎麼辦呢 那我也只能說你太非洲 然後兩個巢穴球 兩個高級球 一個 一個神奇糖果 交換 伊利馬 庫庫伊 哈烏 利利愛 無色能 然後 草能量 然後 這是我們的強化包 這強化包是真的好厚 這強化包是真的好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 木下利士 對吧 然後木下利士 利士進化好像叫什麼 鐵掌利士是嗎 算得不重要 然後 我其實也不知道它叫什麼 鬥能量 然後 盔甲鳥 火鍋 然後 鋼 鋼 能量 然後 普通球跟能量轉移 喔這個能量轉移現在很好用 能量轉移呢就是將 顧名思義啦 就是將場上一個 一隻寶可夢的能量轉到一隻上面 對 對 那 這就是我們今天 御主開封內容 喔對 可是我從頭到尾好像都沒有講說 居射速消GX的 強大之處了 說他強大嗎 也不是 也不是說他真的很強啦 那 說他弱嗎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定的強度的 他的特 他的特性 菲薩阿羅 羽毛劍嘛 對 他的羽毛劍呢就是在 對手的一個寶可夢喔 設置兩個傷害指示物 那一個就是10點 也就是說 他的特性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送 呃 我們 橘色速消GX的特性也就是說 他光特性就可以直接給人20點的傷害 是 直接送給別人 對 然後 他自己還沒打喔 對 可是 他的 他的招式喔 飛夜快刀 就覺得 就顯得 弱了一點 因為三人 你只有90點的傷害 太貴了 然後你就只有這90點的傷害 然後 然後 他的 GX 技能喔 呃 當 當你使用這個GX技能的時候 你可以從你自己的目的選三張你喜歡的卡片 加到你的手牌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橘色速消 是一張 是一張 不錯的GX 可以在 可以在 後面呢 干擾對手的行動 對 這 通常 橘色速消 他大部分都是配什麼 索羅 雅克 啦 對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請按下你的讚和訂閱 按下訂閱的時候 不要忘記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是查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